所以到底要不要换成燕奶奶或杏仁奶 因为很多人会换植物奶 大家知道因为喝牛奶第一个怕过敏 还有乳糖不耐 再来很多人换植物奶 是因为植物奶没有胆固醇 听起来好像很健康 对 听起来很健康 而且还要加20块 对 还要比较贵 所以很多人就会换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糖尿病 或者是你血糖有问题控制不好的话 燕麦奶我就会觉得比较累 又怕大家点醋不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牛奶 那这个是豆奶跟燕麦奶 所以你想要换的话 豆奶的话就没有问题 或者是杏仁奶 换豆浆 杏仁奶也OK 所以你真的想换豆奶 杏仁奶 我觉得会比燕麦奶好 怕血糖有问题的人 那豆奶大家知道就是蛋白质 那杏仁奶是坚果那个杏仁去做 不是那个杏仁茶 所以坚果的杏仁 因为外面的杏仁奶它都会在洗食 所以它热量油脂比较低 所以换会比燕麦奶好一点 至少血糖不会冲这么快 好 那我问一下柳医师 你建议呢 就是说如果说病患 他可能要喝拿铁 那牛奶 豆浆还有燕麦奶 你会怎么样建议他 我可能会加豆浆 加豆浆 建议他加豆浆 因为第一个是 就刚刚营养师提到 主要是蛋白质 虽然它没有像牛奶那么多 可是至少它 如果它真的会有乳糖不耐的问题 它是可以避开这样子的一个不适 所以如果它又有乳糖不耐的话 我们就喝豆浆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植物奶其实真的不等于健康 糖分可能比牛奶要高很多 看看牛奶是4.5 那么这个蛋麦奶是7.8 杏仁奶反而是比较少是3.2 我补充一下 就是燕麦奶7.8是什么意思 外面超商超市 不是一罐那种两三百ml吗 对 一罐的淀粉量至少就是半碗饭 有的还是四分之三碗饭 所以你喝一小罐 其实就喝到超过半碗饭的淀粉量 很容易 很多人都以为那个很健康 而且有时候它还有加巧克力口味的 那更好 可能有加糖 就整个脚要累 对 那而且燕麦奶 你知道为了要有牛奶的口感 比较cream 它会再加植物油进去 所以还比较滑顺 所以很多燕麦奶都有加植物油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要注意 植物奶并不等于健康 你要看着办 好 再来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就是说有人说吃蜂蜜 可以预防糖尿病 这真的是这样子吗 哇 这个大家知道蜂蜜就是糖嘛 它其实80%都是糖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 竟然都是糖 是因为你蜂蜜跟其他的糖比 你硬要比的话 比如说蔗糖 沙达去品 它冲血糖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那如果你真的想吃糖 你可能会加砂糖 白糖 你部分换成蜂蜜 可能好一点点 冲得不会这么快 可是还是会冲 那长期施蜂蜜 真的不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吗 这个就像刚刚医生 我什么糖都不吃 我就是只吃蜂蜜 对 因为刚刚医生有说 这个糖尿病到底会不会得 是非常多因子的 不是只有看你会不会吃蜂蜜 不过我想请教道远 像你刚刚讲说你很喜欢吃饭 那你有没有试过吃冷饭 我之前有试过冷饭 好像比较不会胖 因为他说热饭的热量 其实同样的分量 但是热饭的热量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你也听说过对不对 对 我也听说过 好 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饭团放进微波炉 加热几秒钟 只是不少民众的早餐日常 但是有网友分享 这个行为却被他的同事制止 原因是加热过后的饭团 吃了比较容易发胖 鸡肉饭的饭团我就会加热 这个说法让当事网友愣住 把整个过程po上网 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可能是淀粉经过加热之后 它是不是就是会加大它的效益 我也不知道 淀粉它其实冰了之后 会比较不容易发胖吧 朋友们曝光让一票人满头问号 更有不少内行人留言认同表示 因为冷饭是抗性淀粉 热量比较少就跟地瓜一样 在视频科学上 它像是一个抗性淀粉或老化淀粉 所以它的热量会稍微降低一点 不过一样是表示 吃冷饭虽然热量确实会比较低一些 但加热过后的热量 也不会高出原本的树枝 如果单纯饭来说的话 可能低个十几percent就很了不起了 而且它只要加温的话 都有可能会再回复成原本淀粉的状态 内行人更进一步解释 超商放饭团的货架 温度通常会维持18度 才能减换米饭的老化速度 保持饭团Q弹 所以冷冷的吃也能很好吃 好 现在先请教Angela 这个吃冷饭是不是真的比较可以降血糖 而且比较不会变胖 吃冷饭好像比较好 是因为你知道把饭拿去冰 它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抗性淀粉 抗性淀粉 大家可能有听过 抗性淀粉顾名思义就是不好消化的淀粉 原来它就是不好消化的淀粉 对 因为像纤维 所以不好消化怎么样 你就吸收不进来 所以热量就比较低 那热量低糖分吸收少 血糖就会冲得比较慢一点 所以你可以满足你的这个口欲 对 但是它又比较不会变胖 它热量比较低 但不是完全没有热量 因为一般的一克淀粉是四大卡 抗性淀粉是2.8大卡 有少一点 但是还是有 至少有少一点 对 因为听说很多孕妇 好像怀孕期间都吃冷饭 因为就怕自己变胖 或受食饭之类 或是把地瓜拿去冰 我在咨询的时候 很多人把地瓜拿去冰 对 地瓜拿去冰也有这个效果 也会产生一点点抗性淀粉 其实还有很多的食材 也有类似的效果 像是比较轻一点的香蕉也有 深一点的 对 就是比较绿一点 没有这么长斑的 黄黄绿绿的 它抗性淀粉多一点点 或者是那个 毛豆 豆豆类 豆豆类 对 什么红豆 绿豆 或者是黄豆 这个比较没有加工的淀粉 基本上里面都有一点点抗性淀粉 所以我们看到 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豌豆 山药 还有刚刚讲到地瓜等等 都有这些效果 没错 寿司 马铃薯拿去冰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做的这一道 是跟抗性淀粉的冷饭也有关系吗 对 就是把 因为大家煮饭 你煮完可能太多 没吃了 反正剩下的饭 其实我们可以做个 相对好一点点的点心 这是冷饭 平常家里 你就冰淇淋冷饭拿出来做 那怎么做 很简单 你就拿你要的分量 我就大概抓一下 就稍微一小头一小头 一小头 对 你就是 一样就是搓一搓 其实压扁就可以 因为我们要做冷饭的鲜贝 鲜贝大家吃过吗 对啊 对 把那个炸过的饼干嘛 那我们就要冷饭自己压扁 也可以做成鲜贝 相对好一点点 就是用取代的淀粉这样 很简单 你就抓你要的分量量 然后把它压扁 对 这个扁厚度要一样 要不然你这样拿去烤的话 厚度不一样 一边焦一边还没焦 压扁了之后 我们就先送入烤箱 去给它烤个十分钟 十分钟 没有烤箱的话呢 你就用微波炉 正面两分钟 后面两分钟 先烤十分钟出来 就长这样子 它其实已经有点干干硬硬了 对对对啊 干干的 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调味一下 很简单 我们就刷一点点 好的 我们就刷一点点酱油 刷酱油上去 就有点味 咸味就可以了 给它刷上去就可以 那如果没有 想要一点变化的话 我觉得酱油混一点味噌也没关系 还可以加味噌 对 就是一点点调味 这样感觉上很像锅巴 对啊 对对对 烤一下其实它到时候就会脆脆 我们就是抹一面或双面都可以 那抹完之后 我通常都会加海苔 它不是最后再包 会一起烤 就是我会抹一点酱 把它黏上去 那加海苔的用意 因为海苔大家知道是 算是蔬菜 对 那你可以补一点纤维 你可以加 用大块一点没关系 其实这样就很像了 大块一点是因为纤维 它那个海苔的纤维 可以让血糖稳定一点点 又可以补一些钙什么的 很像便利超商的小饭吗 小饭吗 小饭粉 多小饭 可能这样沾太少 就是大家可以试这样 或者是你不想像我这样子高 刚用包的 你直接撒海苔粉也可以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中午烤箱 其实就差不多了 隔夜饭的饭团 它是不是就是 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的话 甚至是一个点心类是OK的 可以当做一个点心 那因为主要还是 小饭还是要注意量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它的卡路里相对是少 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 它整体吃进去的量 就跟我们常常在讲说 Gi值一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 还要小心说 即使是低Gi 可是吃的量很多 这时候还是有可能 会导致它造成的 这个血糖的波动 所以人生真的很难 你要烤 你要弄得很好吃的话 又很想多吃几个 对 弄不好吃 大家都没有要吃 还是要控制那个 吃进去的这个部分 对 看起来很漂亮 对 我就这样 我就三个有海苔 三个没海苔好不好 这样也加那个芝麻 就感觉上更厉害了 对 就这样子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送入烤箱 再烤个五分钟 好 送入冻坊 对 把它那个水分烤干一点 吃起来会比较脆 好 越薄一点的话 也许脆度会更够 定 定了 终于好了 等会打开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 烤五分钟 可是有点烫 冷饭先备来了 看起来蛮棒的 很香 我觉得还蛮好吃 还蛮好吃的 当眼睛也不是够好吃 所以如果糖尿病患者的话 还是可以吃一点 对 好吃一点点 比外面你去买 那个真的饼干的咸杯 好一点 相对你可以取代 你真的想吃的话 像日本的话 是不是也很多那种冷便当 就是这个概念吗 对 张布申师这个概念 提供给大家这个很简单的 好这种隔夜饭 把它做成香喷喷的咸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